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小编盘点了下面的几种最恶心食物 微信提示 千万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看哦 活曲乳酪 这种乳酪主要产自意大利撒丁岛 制作过程就是专门将活曲放在奶酪中 也就是不经过相关的处理 环境卫生极差就会生产出这种奶酪 这种奶酪在意大利是禁止生产的 但事实上之所以很多人都想去尝试一下 正是因为它是违禁品 如果你消化系统不好的好一定要注意 因为如果你不把活曲给嚼碎 可能会在胃中存活繁殖 并尝试钻出来 青蛙汁流行于秘鲁的一种饮料 制作简单 将青蛙包皮之后 放入榨汁机同时加一些蜂蜜和卤绘等植物 将其过滤之后的得到的汁水就是青蛙汁 当地认为这种饮料能够强生健体 增强性能力 简直就是秘鲁的土特长伟哥 在工薪阶层十分的受欢迎 每天都有人专门去喝 想要尝试的朋友也可以自己制作一番 鸡膏丸也叫鸡子 在中国可能有的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的 这个小编就不多说了 相信很多人对这个还是比较了解的 小编只想说一句 如果你是公鸡 你还能笑得出来吗 活猴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知道猴脑这种食物的 有的时候小编也不明白 有些人会这么残忍 最主要的是有些人为了所谓的美味 就那样活生生的开炉吃脑 简直可怕 以上便是小编整理的几种恶心食物 事实上世界上的恶心的食物还有很多 但小编已经受不了 就不一一介绍了 还请各位看官珍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